小婴儿坐在器座上睡得香甜 但其实车子已被撞烂 能毫发无伤 靠的是安全座椅的保护 交通部在修法 又同乘坐后向式安全座椅 由现行的一岁规定 延长到两岁 9月1号正式上路 为者开罚1500到3000元 后向座的话 小朋友就是旁边没有人陪的话 没有安全感 比较容易哭闹 使用安全座椅可避免事故发生时 造成的甩变效应 有效减少73%的颈部撞击力 以及71%的死亡率 尤其后向乘坐安全性更高 后向是让他的整个颈部跟身体 得到比较好的一个保护 然后在甩动的时候 也不会让颈椎承受太大的一个冲击 比较各国后向式器座标准 英国欧盟国家规定15个月以下 美国则是两岁以下 台湾现在也跟进 至于瑞典较严格 四岁以下都要踩后向式安全座椅 大部分的撞击都来自于车的正面撞击 但其实这个部分的话就可以 如果是后向式的话 就可以降低75%的死伤的一个部分 后向式做法 孩子容易哭闹 也得考量汽车内部空间 但为了最佳安全 也避免被罚 爸妈们出门 孩子的安全座椅千万别忘 记者如意宏林佩杰 台北采访报道 所以大家考虑得到